嗨 大家好 我是九弟 今天又來到我最喜歡的壽司魂了 非常榮幸受到邀請 參加新葉餐飲集團的 第七回壽司職人大賞 我被邀請當特別評審了 壽司職人大賞是新葉他們一年一度 最重要的料理競賽 今天可以看到各分店的職人 全新創意的壽司 最終得到驚賞的作品 之後我們在新葉日本料理都可以吃得到喔 超棒的 一起去看看今天的職人精神 就跟九弟一起 一刻一刻 四間料理職人的壽司作品已經完成了 這一次啊 總共有四個分店參加比賽 健康店代表 再來是中茂店代表 信義店代表 館前代表 只有這家是桃園的喔 你們的地盤喔 這次新葉的料理職人大賽呢 他們主題是 藥禮龍門 這次的評分方式呢 分別就是有料理口味 料理技術 創作概念 外觀美感 主題契合 最重要的是還有 永續精神 這是他們的加分項 他們是連多加的 永續精神就是 減少食材的耗損 接下來看一下這一家健康店的 他這次主題是用煎魚為主 既定印象那種握壽司 他這邊有灑金箔 這個還有山藥耶 他還有放壽司耶 還有捲壽司 這個是炸馬鈴薯做的炸鳥巢 我覺得這一道很特別 剛剛師傅有說 要先從這一道開始吃起 看起來是很一般的鐵火捲 是喔 上面那個很像魚鬆 完全是融化在我的口腔裡面 他的醋飯調味蠻平衡 再加上它裡面有包一點點小黃瓜 吃到些許的 煎魚 這一道非常好吃耶 我們再嘗嘗它這個握壽司的部分 我覺得它弄得還蠻細膩的耶 飯也握得很紮實 我是有先吃到一點點香泥的味道 再搭配它的煎魚 不會我覺得調味太重了 把它的煎魚味道已經完全給蓋過去了 搶味啦 對 剛剛師傅跟我主打 上面呢是有煎魚的碎肉 再加上鮭魚軟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 這道非常優秀 這道很像薯餅燴飯 哈哈哈哈 我一入口的時候 很濃郁的炸馬鈴薯的香氣 我覺得非常的有創技耶 滿特別的 嗯 因為我是特別評審 那我就以我酒地 滿分十分的標準來去評 我應該會給健康店 六分 那你的吃飯這個 棒壽司 好可愛哦 它的吃飯非常的扎實 它的魚肉也是平常彈性的 它的總體的話 我就會覺得沒有這麼的明確凸顯 它的創意 再來就換這一邊 中茂店的 他們這間店呢 主打的魚貨是春魚 師傅啊 他們非常的用心 在幫評審的時候啊 其實會知道後面已經搞不清的是什麼 對 他還提供了這個小粉本給你看 打開來會告訴你說 這道菜是什麼 剛剛這點我就覺得超棒的 印象深刻 他當初是怎麼跟我介紹的 欸這一定是可以在上面做一本那種小Menu勒 碧玉二針捲 裡面是碧玉筍 大家還記得嗎 碧玉筍 金針的嫩筋 然後它上面還有點綴了一個 醋味針 已經有板前日料的水果了 這瓶真的很漂亮 我們來吃吃看 水針魚的肉感非常的加實 所以你還可以吃到碧玉筍的清脆感 非常好吃耶 它層次感很美味 這點已經有一點 花一呆年那種料理了 不可思議 難怪是吃不這麼有私心 欸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你們可以看一下 又生春朵雲苔花 上面這個是油菜花 第一次看到這種搭配 魚肉啊 是春魚的背部三角肉 再搭配柚子胡椒 師傅很懂 這種搭配啊 就是板前日料 我覺得非常難動耶 它選用春魚的這個背部的三角肉 它味道有一點油脂 然後跟一點點的麵筋 非常的柔軟 不可弱 然後那種油油香香的 再加上原菜花的區別的口感 一堆層次感 調理方式 跟它的調味 我覺得非常棒 在這罐呢是 春茶運球 上面這個是三色景 食用花 黑黑的一顆一顆呢 是用春茶的茶葉 也撒上去的 拿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已經聞到很濃的茶葉香 真的很特別 這個啊 是把春魚剁成泥 再包入它有用糖炒過的春茶 你看它的這個飯 都是有滾那個春茶的 你快給我半口給我嗎 我這個不好吃你啊 我要吃掉了 好特別的口感喔 非常的有心情啊 它的創意真的是很厲害耶 魚肉剁得非常的綿密 再吃到那種淡淡的茶香味 非常清爽的一罐 這一罐呢是 春魚昆布漬過壽司 上面呢是昆布鹽 下面的那個魚肉呢 是春魚的腹部 可是它的飯是比較偏黏的 它的春魚真的是 搭配得剛剛好 中道店師傅 它每一個佐料都是一個畫龍點睛 我才9.5分 然後那麼高 魚身跟佐料 它們就是相輔相成 師傅很會利用這些佐料 還蠻厲害的 再來這一間呢是 信義店 他們的魚貨也是用煎魚 他們永續精神的理念呢 是 把魚骨頭拿來熬成這個高湯 很加分 非常好 先來喝喝看它的高湯 好香喔 是味噌高湯 可以喝到非常非常濃郁的魚香味 程式感很豐富 我們先來吃它這個 煎魚的臥壽司 我覺得這個顏色分配得滿漂亮的 煎魚外框呢 是有經過炙燒的 吃吃看囉 甜蜜缸那家很強耶 吃囉 目前 信義店的醋飯是 最會有胃口 它的醋飯是偏酸 粒粒分明 會有空氣感的醋飯 我覺得它的煎魚就比第一家 健康店的好吃囉 吃到了柚子胡椒的味道 它把這個煎魚的味道整個完全提升上來 尾韻呢慢慢就吃到這個煎魚的香氣 過得真的也是像板前壽司一樣 健康店的那一罐煎魚握手吃 吃了一個吉末 就是不知道在吃什麼 這一罐啊我覺得 它也是蠻有創意的一罐 旁邊包的是小松葉 這上面就是煎魚的碎肉 然後還有鮭魚卵 它還有左一點點那種紫洋蔥的碎末 光是色澤啊 我就先給它滿分了 它應該有刷麻油 非常的香 吃了 他們很會山用麻油耶 非常的驚為先人 哦好想吃哦 我反而是想說是菜會沒有味道 小松葉很清脆 又可以咀嚼到 鮭魚卵 啵啵啵 綜合的呢就是 煎魚的魚肉 整口搭配在一起真的是 耳膜很舒服的感覺 它中間這邊是煎魚 然後再包著一個 起司 剛剛我聽師傅說 外面這一圈的菜是拿來熬湯 我覺得信義店的 永續精神非常滿分 其實從來很特別 外道的創意滿分 我會給信義店 8分 它表現大致上都非常好 只是它少了 嗯的那種經驗感 最後一家 管錢店 制服呢是用全規料理 創意十足耶 再次我管錢人家 可是3連吧耶 對 管錢啊 之前都是3連吧得到 只能大賞的金賞 首先最吸引我的就是這一道 師傅說呢 因為新夜有賣便當 做了一個這種造型 這非常可愛 小黃瓜跟酪梨 還有鰻魚耶 有看到嗎 為什麼好像我有吃到香瓜的味道啊 哇 這一道啊 非常豐富 滿滿的油脂 跟層次感 然後再搭配酪梨的 那種smooth的質地 所以讓你整口非常的滑順 油潤 它的驚喜感讓你維持得很久 也是一道非常有創意的料理 師傅說呢 下面這個餅乾呢 吃起來會有感覺像旺旺新貝的口味 可以吃到有一個檸檬香 我覺得這一道是一個意識結合熱料的 好了我要吃這個比較特別的 大家看出來外面是什麼嗎 你不覺得很像會用牛排 外面那個嗎 豬皮 用那個做概念我就覺得非常的有創意 這個黑黑的是用松露做點綴 它應該就是怎麼都是用牛排的概念 欸真的耶 好稀釋喔 館乾店的作品 它的創意感 就是會一直延續的 會一直這樣子不斷的跑出來 師傅又很極力推薦我這一罐 他們裡面是有加金鯊 我來吃吃看囉 我吃不太出來鹹蛋黃的味道 跟鮭魚我覺得沒有到很搭 口感非常好 我覺得館乾店的整體感就是 神刺感鮮明 而會給館乾店8.5分 喔 小勝一籌 我認為 這是東貓店會的冠軍 讓你們來看看喔 這一次拿我們榮譽擠棋 那這一次拿下金賞的中茂店呢 他們就可以把這個最高榮譽景席 掛在他們的分店了 大家有機會啊 可以去桃園的中茂店看一下這個景席喔 真的是至高無上的榮譽耶 沒錯 這是他們的金賞料理啊 以後在新鮮日本料理都可以吃得到喔 很高興今天可以受邀參加這次的特別評審 謝謝行業 讓我吃得非常開心 哇真的是非常的滿足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朋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主動家開啟小鈴鐺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G喔 我們下期見囉 拜拜